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谁 为什么在这 你又是谁 你怎么会在这 找死 啊 啊 你到底什么人 你这画骨棉掌 神龙教的功夫 从哪里学的 晚辈不知道什么神龙教 晚辈这件威莫功夫 是宫里一个太监教的 他叫什么名字 海大夫 都胡说 已经死了 小女生 你用这一路长法 害过多少人 晚辈身居宫中 西屋只是为了强身 没害过一个人 而且晚辈有人保护 从来没和人动过手 今日遇上师太 您是第一个 才发现晚辈所学的武功 是半点也没用啊 这太后现在学的呀 脸皮比我还厚 没说话 如此最好 今日 我不杀你了 多谢师太开恩 黄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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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杀击我偷来了 刚才有个女尼姑 把我打晕了 黄小宁 就让你去把她砍死 就是这个人 黄小宁 就是这个人 刚刚把我打晕了 黄小宁 你怎么跪在地上啊 简明 快跑 这四十二张经 你要来何用 晚辈欠信礼服 今后要生之年 日日晚晚都要念经 你还在撒谱 我 敢欺负我黄娘 我是 静宁 这孩子可怜 天生还打命 我真的只是念经 没有别的想法 好 既然你执迷不悟 不肯实说 那也由不得你了 今日 我就替死去的冤魂 除掉你们这对 刁蛮的母女 是她要杀我 我无话可说 就是她打发慈悲 饶活我的女儿 见见她一向乖巧 从没害过人啊 我就是纵有慈悲之心 也不会失于你这太后 不 不 我不是太后 我不是太后 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满口胡言 我这太后是假的 假的 我父母被清兵所害 被逼入宫做了宫女服侍皇后 后来 后来我就假冒了我 晚辈的父亲 是大明大将军毛文龙 我的名字叫毛冬主 货真价实的爱人 你是毛文龙的女儿 当年镇守皮刀的毛文龙 正是 我爹爹连年与清兵交战 后来被袁崇焕大帅所杀 其实是中了清兵的反奸计 你假冒太后这么多年 会没有人察觉 我服侍皇后多年 她的说话声调 举止神态 我都觉得微妙微笑 我本和皇后也相貌相亡 只有这儿 它不一样 你看啊 可就算如此 上一人皇帝会认不出 先帝之宠爱董阿妃一人 从没在皇后这儿住过一晚 可美丽才不皇后 那你的女儿 我的女儿不是和皇帝所生 她的父亲是和皇帝所生 她经常假扮成宫女 偷偷来宫里我相会 师太 你 甄太后被你所杀 可你刚才却撒谎说 从未害过人 晚辈从不说谎 甄太后她还好端端端活着呢 甄太后 师太 您若不信 我带您瞧瞧 您 您请 师太请跟我来 别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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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你别跟我拉拉扯扯的好不好 你再拉我 我 我我 我干嘛拉我 干什么 你让我偷听啊 好 师太 请随我来 哎呀 师太 好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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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杀了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是有什么秘密 要逼问他吧 师太 我们进一步说吧 这边 这边 这 也没有什么秘密 晚辈就是威胁他 此事要是暴露剧 我就杀了小皇帝 因此他在口口声上说 不把此事说出去 到底有什么秘密 要逼问他 晚辈啊 得失辽东长白山中 有道爱心觉罗事的龙脉 一旦将这龙脉决断了 我们不仅能光复汉甲山河 蜻蜓也将尽数覆灭于关内啊 那龙脉在哪儿 这个秘密 只有甄太后知道 万辈就是想查明此事 在妖气皮有志之事 去长白山决断龙脉 那我们大明天下 就冲光了呀 风水龙脉之事 事数虚无缥缈 我大明失去天下 是因为历朝师政不善 苛待百姓 以至官逼民反 这些道理直到近年来我周游死方 这才明白 所以你才逼问他 剩下那几部经书的下落 事太迟到了 您有几部 本来我有三部 本来我有三部 可有一天晚上有人入宫行刺 这 这 这三部经书被人偷走了 你当我真信了你的鬼话 晚辈发誓 如若这三部经书若在我的手中 我跟见您都不得好死 好 云 夜之所兮 云淡日期 这个女人假冒太后潜藏宫中 多半必有图谋 您要多加小心 细加刹谈 好在她身受重伤 不足为局 奴婢算命 小贵子 我们回去吧 姑姑 师太 我先下去 在底下接着您 嗯 快 快 姑姑 再见 你也早些回去歇息吧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接你的 奴婢 愿终生侍奉公主 别闹着 我习近了 有男人 好像年任递 有男人 你觉得他这个女人 快带着 你走 我去冰山 在osa草 我冰山 你还是说 你说清廷皇帝要用不家父 这四个字果真在这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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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匕首拿来 我还以为 师叔要一边刻画点 一边看经书呢 给您 小宝 把这撬开 这里面有家层 好 好 好 这都是什么呀 每一部经书里面都有这些碎片 拼成八部就形成了一张完整的地图 这八人 可真聪明 时间不早了 你回去歇着吧 回来 我给忘了 地图留下 我以为我手里字那把瓜子呢 那您早歇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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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太 您早说啊 来这地儿 我去买两斤水果 弄套精八件啊 不行再从哪儿顺一条香炉 插三根香那才隆重嘛 你这儿是不是有点仓促啊 回头人家该不高兴了 你话太多了 师父啊 您终于来了 我都等了您三天了 是你 我可想死你了 送我来里面 住手 师父 你快杀了他 怎么回事 你们认识 就是他在少林寺欺辱的我 是吗 师太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日我在少林寺里寻山 偶遇这位姑娘在殴打两个小和尚 于是乎我就上前劝架 评礼 可是谁知道 她将矛头指上了我 又要殴打我 说要挖掉我的眼睛 我呢 当时手足无措的情急之下 我可能就无意中碰到了她的身子 这位姑娘呢 也就无意中成为了我的人 她很生气 没有关系 你要打便打 要杀便杀 我都忍着 只要你能出气就行 好的 我现在就杀了你 行了 小宝也是无心之功 再说了 他是太监 你也不算时间 没什么要紧 师父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恶心 好了 你们到坟前磕头去吧 喂 原来你的名字叫阿柯呀 真伟 既然咱俩那么有缘分 今天就算拜堂成亲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韦小宝的老婆了 你再胡说 小点事 还剩一个 赶紧扛 里程 来 你的名字真好听 你那颗柯是哪个柯呀 是柯头的柯 还是死柯的柯 闭嘴吧你 又见面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拜您为师 我要一辈子陪着您 守着您 伺候着您 一辈子 师父 你真的叫我 他一肚子坏甩别听他的 想拜我为师 也不算什么坏手 可是他拜您为师 是为了缠着我 小姐姐 你不能因为你长得美 你就不讲道理吧 我问你 是先有的师太 还是先有的你 当然是先有的师父了 所以啊 相比之下 在我心里 你并没有师父那么重要 是不是 师父 好 我就收你为徒 师父 受徒儿一拜 你既入我们 为师的法名自诩知晓 我法名九难 本门叫铁剑门 你师祖是牡丧道人 所以我虽是尼古 武功却属于道理 阿柯 你跟小宝 你们俩年纪谁大 我年纪大 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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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先入师门为大 以后 你们一个是陈师姐 一个是韦师弟 是 师父 陈师姐 师父 你看他又想占我便宜 好了 小宝以前受人欺凌 被迫做了太监 不过这样也好 彼此之间不分男女 以后不需固执 方便得多 师父说得是 师父说了 这样以后我们在一起 就方便得多了 师父您看他恶不恶心 一点也不恶心 好了 准备上路 是 师父 是 师父 大爷 您说 师父 是陈姑娘吗 是 想不到又见面了 你跟王姑娘在一起吗 师姐不在这儿 郑公子你要不要下来歇会儿 来 郑公子坐这儿来 好 路上累了吧 我给你倒口水喝 谢谢啊 来 竹子 喝水 你们这是要去和监府吗 不是啊 那跟我一起去吧 热闹得很 为什么 和监府在开沙龟大会 沙龟大会 对 不是真的乌龟 是一个大坏人 他的名字中有个龟子 哪有人的名字中间有龟子啊 你骗人 不是乌龟的龟 是龟话的龟 你猜猜看 是谁 吴三贵嘛不就是 这是卖什么管器 还什么喊猜的 没跟你说话 你们抓到胡三贵了 还没有 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去杀了他 要一起去吗 真好笑 该杀人家呢 这位小弟弟是 你才小弟弟呢 我是达哥哥 别理他我不认识他 师父 那我们要不要去啊 小宝你说呢 我听师父呢 好 那我们就去合金府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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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各位英雄 师父 师父 你看见郑公子了 他是不是特别英俊 特别潇洒 你问什么 恶心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 可以啊 你只要别担忧那么恶心的字眼 我就闭嘴 师父你看嘛 你们俩话太多了 众位朋友 好 好 今日 我们在此相聚 是为了一件大事 我大号河山 为清兵所战 罪魁祸首 乃十号不赦 我们有请当事大陆 万众敬仰的顾延武先生 为大家指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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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见过各路英雄 顾先生好 父王派我来主持大会 你怎么让这顾先生先上去了 顾先生是当事大手 咱们组得对他表示尊重 今日啊 十八省英雄都在 我建议 每一省推举一个盟主 就成为今后的盟会骨干 胆大包天 罪该万死 应该把你们一个一个 拉出来砍了 吴先生 主义高明 咱们哪 就分成十八个城 每省 推举一个盟主 然后再推举出一名总军师 我们间议会人数众多 在每一个省中都有分堂 请问我们该如何归属啊 天地会 广东分堂的中国英雄 属广东 直立分堂的属直立 咱们只是结盟共复大事 并不是要拆散了原来的 门派帮会 总军师 也只是负责举动联络 并不会盖过哪一派的掌门 这总军师的位置 总得好好斟酌呀 对呀 对呀 这事关重大 这人选可不好定啊 总军师一纸 首先得有个干净的出身 本身没有任何品系的毛病 老白 怎么能够服众啊 慢点回大事了 怎么办 我们青城办的掌门 我推举蛟龙岛白岛主 党座没看见 我推举 天地会 陈总做主 陈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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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叫我干吗 陈金兰 那 在这儿呢你 陈金兰 陈进南 陈进南 谁 谁跟搭乱 不要搭乱 我们说 这咋子来了 要不然我去劝财 我们走吧 咱也行 太过分了 他们怎么能用鞋子扔中公子呢 这是他们今天晚上 唯一做的正确的事情 你闭嘴 来 要我爱 就不看 给自己添赌 人家都总军师了 肯定身边美女无缘 左右又抱的 前夫妇勇的 腿上啊 肯定也得做四个女的吧 那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 臭嘴 说吗 一边挂 师父 给我把嘴闭上 语嘴门 音哟 来 还 来来来 帅哥 慢点啊 好 你们进去歇歇啊 我拿一下包袱 马上来啊 好 花姐 那个 你们的东西看好了 歇会儿 好 陈姑娘呢 陈姑娘呢 一会儿五三 温神 不知道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谁说一起的 之前是一起 现在不是一起了 我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他又奔那边跑了吧 骑着匹马 谁会信你的鬼话 来 我们也进去歇歇 公司里面请 离外请 贵 贵 真人 咱们哪儿哪儿都要他呢 看看那是谁 相主 相主 属下参见相主 参见尾相主 三位哥哥 真是好久不见了呀 对了 三哥 您怎么样啊 身体没事吧 这怎么拖得险呀 说起来惭愧呀 那晚被熏香迷倒 醒来以后 这手脚还不听使魂呢 就黑暗里胡打了一通 然后我们仨就走散了 等第二天早晨 我们才聚得一块 可是我们找遍了 也找不找您 还有小郡主和方姑娘 我们明察暗场的 找了您半个多月 没想到 在这儿碰上了 要不说 咱哥几个是缘分的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个院嘛 天意啊 知他有所不知 昨晚各路英雄好汉 推着我为福建省总盟主 还有十八省同盟的总军师 我们一同商议大事 直到天亮 但我回到客店的时候 你们已经不在了 我一路追赶 万幸在这里遇到了 郑公子 这等机密大事 最好不要在大厅广众下提起 是 郑公子 给我下包 嗯 郑公子啊 现在可了不得呀 又是什么盟主 又是什么军师呢 真是可喜可贺呀 昨天晚上多少个姑娘陪你啊 找了一个还是两个呀 你说什么呢 小宝 不可胡言乱语 你为什么坐这儿啊 我要保护你 我为什么要你保护 因为你的临坐 有一位轻薄之头 你是说你自己吗 我是说 在我坐到这里之前 你走不走 我要保护你 是 阿柯 这就是轻薄之图 呦 三位 是 里边请 等着瞧 来 这边 来 瞎了你的眼睛啊 没事 我来保护你 你想怎样 朋友 你怎么骂人呢 骂你 又怎样 还这么横 把他们三位给我请出去 好生招待招待 等等 知道爷们是干吗的吗 一介屠夫 我没说 这位胖兄 你们之前认识啊 我不认识他 我怎么会认识这种轻薄之徒 那他怎么知道你是一介屠夫啊 他找打 那就给我往死里打 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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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 撒 我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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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会 誤会 别别别 别动手 别动手 别别别 别动手 别动手 坐好 幸福之徒 该你了 我们 你们 这也不说话吧 你想怎样 你们要把她带哪儿去啊 她是你什么人哪 我是她朋友 李梅出阁的大姑娘 哪儿来的男朋友啊 好像出了阁也不应该有男朋友吧 师傅 快救救真公子 你跟我练武这么多年 难道还看不出吗 这些人没懂杀招 那他们会不会为难郑公子啊 那不算了吧 我就受个累 看看能不能把她给捞回来 好 你去吧 你去吧 那我去了是来保护你 有师傅在呢 没事儿你去吧 你是好人 师弟 你去 你快去 快去 饶命啊 啊 现在求饶是不是晚了点 人呢 怎么没影儿了 雨 跑得真快 你去吧 没了 什么没了 人没了 人也没了 脚硬都看不见了 他 拖 拖 太干了 太干了 吃颗梨 认一认 我不能给你送着吃 这给你自己一个人吃 要不然咱俩就来分流了 郑公子 阿柯 郑公子 郑公子 让我看看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师父武功高强 把我救回来吧 郑公子 还活着呢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 狗熊遇到鹰熊 基本上都会挨打 清泽呢也是 谢谢一只熊长 是不是你使的话 阿柯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长得像那样的人吗 公子 他是什么人 他是阿柯的师弟 莫非这位就是 大名鼎鼎的一箭无血 冯夕伴冯大英雄啊 没错 正是冯某人 不知道 冯大英雄 把那几位英雄给怎么着了 什么英雄 一些草包罢了 也就是我师父善良 放走了他们 再让我遇到 我一定宰了他们 公子 咱们该上路了 等一下师父 阿柯 你们就是去哪儿 师父说我们去京城 京城 太好了 我也去 我们一同前往 好 出家人多有不便 我们还是各走各的吧 听见没有 师父说了 不便 看不便 咱们各走各的吧 阿柯 公子 该上路了 太尴尬了 听见没有 你师父都尴尬了 你还在这儿尴尬什么呀 师姐 咱们不跟他们尴尬了 咱们回去 别碰我 来 阿柯 小心点 你就说 尴不尴尬 我 我 好 我给他带点点下 你知道这回 我们为什么又回京城吗 突然想 不是为了陶姑姑 恐怕 就是为了玉下的经书 这次参加沙龟大会 我深有感触 一个人的武功 无论练到什么境界 力量总有失而求 天下大事 终须群策群力方能种植成成 我仔细想了想 就算杀了吴三桂奸贼一人 江山还是在清廷手中 大家不过是卸得一时之分 又有什么用 倘若取齐了经书 断了清廷的龙脉 号召普天下人人志士 共取义气 那时 还我大名江山 或许才有指望 您说得太对了 师傅 您说得太对了 师傅 这些年来 我早已万年聚会 本以为朱家气数已尽 可这八部经书 又让人看到了一线希望 毕竟考取义气或最好的 位置 还需要 毛巾 我老了 平靠你怀中 漫漫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也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繁华背骨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孤岛斜阳 风影相聪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蔓延尽是沙色怨虎 一朝如江湖 不与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周 双眼球波松 你弄我也弄 有情你把你保佑 踏遍天涯路 挺靠你怀中 漫漫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都说你是英雄 刀光剑影 听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谁说你是英雄 繁华背骨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孤岛雪阳 风影相聪 可恼 不適合 想笑